说到前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 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位极具争议的领袖人物 在有些苏联人眼里 他性格冷酷而残暴 他可以做出越代战俘 和进行国内大清洗的残酷命令 但是也正是他这种性格 才在二战期间能够以坚定的信心和顽强的斗志 取得了在与德国对峙中的胜利 从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大林出世绝绝果断 总是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感觉 在对待自己儿子雅科夫 出家时维利被俘后 席得了想他儿子来交换德军 然而在这件事上就很值得让人敬佩 雅科夫出家时维利是斯大林的大儿子 自家性格也是很坚强 他参军后担任了租军第十四坦克斯的一名中卫军官 在1941年7月爆发的斯莫林斯克战争中 他所在的部队由于被德军围困而被俘获 后来被德军关押在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在集中营中 雅科夫一直与德军顽强的抗争毫不屈服 1942年6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 战役最初阶段由于德军准备充分 德国元帅保鲁斯一路长驱直入 但苏军的顽强抵抗 德军始终无法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 直到同年冬天 德军遭到严重失利 保鲁斯指挥的十多万德军被反攻的苏军歼灭 1943年2月保鲁斯率领数万德军投降 此时希特勒给斯大林表示 想用在集中营中雅科夫来交换投降的保鲁斯 但是斯大林在思考之后 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拒绝了希特勒的建议 并且给希特勒回复说 我是不会用一名将军交换一名士兵的 他的这句话让许多人感到无比震撼 在雅科夫听到父亲回复消息后 在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压抑和绝望 在1943年4月14日 从集中营传来了雅科夫死亡的消息 年仅36岁的他 具体死亡原因仍旧是个谜 也许是因绝望自杀 也许是被德军处死 但是雅科夫为了抵抗侵略 应有奋斗精神 还是值得每个苏联军民铭记的 也许是因此